利潭 巨有科 或者這個機殼的 或者這個軟體的 每檔明年營收至少都成現半倍的一個成長 年底你要買就要買這一種 前面沒有漲太多機息低位皆低 明年的獲利爆發力又比別人強 可能讓年底這些股票都有機會漲成倍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今天禮拜一 因為上個禮拜五 美股表現並不好 加上台幣今天又呈現又貶值 可能外資又賣了 所以雅股都跌 台股今天也跟著跌了 目前是跌150點 目前12點26分的錄影的時間 那盤上最多跌168 目前跌165塊 差不多啦 都還是在今天的低點 因為其實在股市這麼久了 會發現說近幾年以來 禮拜一大漲的很少 禮拜一跌不少的時間還蠻常見 那常常禮拜一跌完之後呢 二三四又慢慢又上去 所以今天看起來也不例外 因為其實你說什麼利空 也沒有什麼明顯利空嘛 背股的拉回 市場還是擔心說通膨的因素 聯種會可能維持利率 高利率的時間可能會比較久一點 加上以色列的那邊的戰爭 原油價格都跳起來 就這些因素啦 那你說真的實質上的 基本面上的利空 其實並沒有 所以禮拜一今天可能先跌下去之後 明後天可能就又會不錯 但是說到量的部分 兩千三百五十三億的預估量 跟上個禮拜的量又少了不少 上禮拜幾乎都有三千億嘛 禮拜五是二九九億差不多三千啦 那禮拜四也大概兩千九百七十二 那禮拜三是三千五百九十六億嘛 所以連續三千的量都不錯 但今天量又縮下來 後面如果說量不能再滾回到三千億之上的話 那今天是季線得而復失嘛 好不容易在上個禮拜 連續兩天站在季線之上 那今天又掉下來 掉下來我覺得還好 但討厭是成效量又說了 所以很有可能就說 你這個區間整理的這一個格局 暫時不容易打破 如果說台幣不能持續的強 美元持續的回 外資反手強力買超的誘因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匯率 那他就可能就是持續在那邊 來來回回打百字 那年底這段時間可能炒夢的股票 就會轉移到從馬比較輕的 前面沒有炒過的 位階低 基期低 但是有明確的業績題材 有明確的轉機 明確的夢的 也中小型股票 這邊還是會是盤面著強勢股啦 大型的比如說廣達 華碩 技嘉 偽創 偽引這些前面六月七月八月 是大漲的 量 現在市場量出不來嘛 量滾不出來 他們又是比較大 只需要比較大的一個成交量 即使是九月機都很好 最近都漲不動 漲不動就有賣壓 因為資金等一下先轉到 會漲比較快的股票 所以前一個禮拜我們先出新的唯一 上禮拜分別出新了廣達跟秦城 那廣達我就說我虧了幾塊錢 那秦城呢是獲利出新 維穎也獲利出新 那今天我們早上又將銀邦持股 也把它獲利出新 在平板附近獲利出新 那銀邦之前是買297嘛 那漲到600先出一半 成本全部收回來 因為300不到的成本 漲到600就一倍 所以賣掉一半 成本全部收回來 剩下手上持股完全沒有成本 在今天在527附近 525附近在漲持股全部的出新 真的就是大賺了 第一次賣是賺了100% 第二次賣是賺了70幾% 所以平均起來就賺了8幾% 真的就是大賺獲利入袋 那不是說不看好銀邦 但是因為他們位階相對高 需要一段時間的可能中期的整理 就讓他去整理吧 那你整理的過程 我先去操作像具有科 今天早上還是一樣創新高 就算今天被關5分鐘一盤 只有早盤稍微翻黑一下子 就上去了 最高來到224 這也是新高 就會員上上禮拜買到 今天已經25%了 立台 昨天禮拜五是創了53塊6的新高 今天稍微做拉回 尾盤也是幾乎拉到平盤 那從上禮拜五記得連續三天漲停吧 禮拜五沒有漲停但是創新高 前面四到五天 前面四天時間就賺了33% 所以呢 還要整理需要籌碼沉澱的那些六月先漲的領先的AI股 這邊就陸續把資金都先挪出來 做新的草夢的中小型的標股 是現在最主要的操作的策略 那當然我們還是留了一檔啦 技嘉 因為它營收真的很強 連續兩個月營收成長 37%跟36% 短短兩個月營收從86億跳到162億的歷史的新高 AI比重也最高 AI佔比最高出貨的速度也最早也最快 所以我認為它是被挫殺 那股本也相對小不像人家兩三百億 它只有63億 所以我相信它未來股價整理的時間會相對短 所以值得等待 所以找一批AI股 我們現在就留一檔技嘉 其他的股票我們都先出掉 就像我剛剛說的銀邦 600塊先出一次 525這邊再做出清 大賺出清換股再賺 未來等它整理完之後 會再做一次新的操作 但是現在就先讓銀邦 先讓它做高檔的量縮整理 什麼時候要漲不知道 準備要漲了 看得出來 我們再來買 現在先將值股大賺出新 就留一檔技嘉 那開始操作一些 年底炒夢的中小型的標股 那剛剛提到的利台 上上週禮拜五就先漲停 那天價格是42.65 隔天的平盤 禮拜三放兩天假 禮拜三又漲停盤 禮拜四又漲停盤 51.5 創17個月的新高 禮拜五呢 尾盤是拉到53.6 53.6 這邊我是沒有印到 今天呢 早上高點52壓下去之後 目前其實股價 好像差不多又快要 真的又翻紅 股價又再度翻紅 短短一個禮拜漲了三成 今天指數跌了150.160 稍微打下去跌不多 很快就翻紅 擴增價值最強勢的股票 一來九月份雲收大增48% 二來大陸對於A800 H800AI的晶片需求非常的強 對NVIDIA最新推出的L40S L40S的新的不用Covers製程的 比較低階的AI晶片需求也非常的強 尤其是你去看就說美國最近可能又要對 中國實施新的AI晶片 但AI在中國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所以這些業者他會害怕 如果你新的晶片 未來可能我又不能買了 現在能買多少 就盡量買多少 所以呢現在立台同市長就說 手上有多少AI晶片的庫存 客戶就說要多少 他不是單純賣晶片 他是做成AI的VGA的卡片 在賣客戶 客戶再去組裝成所謂的伺服器 他就不做伺服器 不跟客戶搶生意 他就做AI卡 所以現在有多少庫存 客戶又要多少 如果說美國可能又有新的晶片 未來可能現階段的可以賣到什麼時候 未來可能不能賣了 可能要再降規 那客戶買的那種 企圖心搶貨的企圖心只會越強 所以現在的訂單是大爆炸 那我也說L40S AI卡 賣的也是非常好 那NVIDIA長期跟立台的合作關係 非常的密切 因為立台當初在NVIDIA 他們是小公司的時候 台灣的顯卡相對來說 都是這些廠商 都是NVIDIA當初他的大客戶 是support他成長到現在的 當初的主要的助力 那現在你很大的 立台相對小很多 很小很小很小 但是你去看立台的產品 全部都是for NVIDIA的產品 沒有做別的就是NVIDIA 所以是忠實NVIDIA的支持者 所以兩者的合作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那我現在缺產呢 沒有辦法給你高階的A100 H800的晶片 沒有辦法給你 但中低階的至少我會support給你 所以L40S的這一塊 據說這一次給立台的比重出貨的量是最高的 所以呢再來他會帶動他的營收大好 那董事長也說嘛 今年要轉虧為銀嘛 所以第四季算一算 可以賺超過兩塊二 那這就是我說的 你要有相對的敏銳度 如果你都不懂這家公司 你沒有看他的財報 你聽到董事長說 今年可以轉虧為銀 你可能想說 蛤才轉虧為銀 最近漲了這麼多 股價五幾塊錢 你給他空下去 那你就死掉了 天天被嘎 當然有沒有空 那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說 你要去了解那個數字的意義 因為前面是虧錢的 要轉虧為銀 第四季要賺超過兩塊多 對於一家四五十塊錢的股票來說的話 這就非常高的獲益 而且第四季才出貨第一個季度 明年全年AI卡將會大賣 那明年可能就是八到十塊錢 本益比呢 如果說成二十倍的話 那是一百多兩百塊錢的目標效 我就說有沒有可能 那當初 一月初 尾創 價位 二十九 漲到八月份 一百六十一塊半 那我不敢說 我也不能給你目標價 但是我說 照過去其他AI 那些很大桶的股本的那些龍頭股 股價可以那個樣子漲 股本只有五點八億的利台 如果獲利上看八到十塊錢 那單距獲利第四季看得到兩塊多 覺得他應該漲到哪裡 所以我就說現在的股價 還是便宜啊 還是便宜啊 所以雖然說我們 四十塊二買 買完當天漲停 隔天漲停 再隔天漲停 上個禮拜五創新高 今天高檔亮縮整理 股價還翻紅 短短前後 一二三四天最多賺了十三塊 四賺了三十三點三趴 四天時間就 三成就賺起來 那後面空間或許還不到三成 還不只是 有額外一個兩個三成的獲利 所以目前持股仍然 大賺續爆 大賺續爆 因為股價空間還有非常非常的大 那另外具有科 也是年底的超級標股 十月三號禮拜二 買的那天小漲三年一趴 隔天一百八十五塊半 一八六點五 然後漲停買一百九九塊半 然後稍微整理一天 因為那天公布營收衰退二十七趴嘛 股價小小拉回一天 隔天又漲停買二百零六點五 上禮拜我二一五點五 今天分盤交易 反而漲到二二四漲 四點七八再創新高 那我們買幾天 沒有買幾天啊 一七九買 前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天時間不大兩個禮拜 賺了四十五塊也高達二十五趴 雖然沒有利台快 但照這個速度可能明後天 又是另外一個三層的獲益 而且我就說這個強力吃貨盤 因為你看我們買的前兩天也收紅 連續收紅 買之後呢 天天紅棒一根紅 兩根紅三四五六七 那這一根算十字線 八九十 前後十一天的時間總共十根的紅棒 我說這個是標準強力吃貨盤 通常這種股票後面都有大行情 那一來明年七奈米的 新的案子明年會tap out tap out之後呢 就是設計定案 經過兩三個月測試之後 就會在台積電投片量產出貨有客戶 全力金先收後面量產的營收再收進來 全力金利潤比較高 但是量產的利潤低 但是出貨量大 營收規模更大 所以明年就是個大賺的一個趨勢 今年估計賺可能不到五塊錢 那明年是十塊錢 而且重點在於台積電 前三年扶植創益跟世新 不斷的往先進製成七奈米五奈米的 AI的高階的晶片 所有能力資源都support到先進產品去 他沒有能力再照顧成熟自成十二奈米 十二奈米或者更高的成熟自成的一個產品線 但台電很多客戶還是需要 他又不能自己幫客戶設計 以前是你需要AI晶片來 你來找世新找創意 台電跟他們有密切的授權跟合作關係 所以客戶找他們設計 來找台積電投片量產 拿出貨的客戶就皆大歡喜 那現在創意跟世新顧不來了 成熟自成部分 找上第三家 就是聚友科 台電呢 十二十六奈米的IP 授權給聚友科 目前全力扶植他 就像三年前的創意世新的大成長模式 但是在聚友科會準備再來一次 重點不在於明年翻倍到十塊 後年台電扶植之下 可能翻倍到二十塊錢 再後年可能就二十五三十塊錢 所以你去看就是說 三年前的世新跟創意 EPS甚至可能不到十塊錢 到現在都是什麼 三十塊五十塊錢 台灣的十多綠 聚友科很有機會再來一次 所以這空間會相當相當大 因為人家背後靠山叫做台積電 是台積電需要他 所以這後面空間會相當相當的大 那年底其實你要做的就是這一類的股票 那另外高價的IP股 我們又重新買回老朋友M31 盤中最高來到916漲大概4.2% 那今天大概股價就維持一個 小漲的一個走勢 也漲得也不錯啦 目前維持大概905左右 那主要是在於 新的AI的訂單目前翻倍成長 AI的相關的IP價格也翻倍成長 所以訂單翻倍 價格也翻倍 等於是AI的營收貢獻度 就乘以四倍 那第四季營收盈於估計大幅度成長五成 大概有四塊多 那四塊多你說高不高 那九百多塊一千塊好貴啊 沒有喔 你去看立望目前的股價是兩千兩百八十塊錢 前面兩個季度也就賺四塊一跟四塊六二 但是人家股價兩千多 第四季的M31獲利可能跟立望差不了多少 股價連立望一半都不到 而且它是AI訂單翻倍 價格也翻倍 明年估計超過二十塊錢的獲利 這比較立望的空間超過一倍以上 所以你發現說AI股其實不是說沒有行情 只是說開始換不同角度的AI股 不同基期的不同產業位置的AI股 再做一個上漲 所以主流還是在AI嘛 大部分都是AI 那另外呢 上禮拜也布局檔低價AI機殼標股 早盤最高漲5.1%也創新高 股價是連續增溫連續創新高 禮拜五還漲停板今天創新高 因為呢它目前確認接到全新AI機殼的訂單 剛剛拿到手 今年營收會呈現一個大爆發的走勢 營收不是只會翻倍 而且今年沒有什麼賺錢 明年可以賺到四到五塊錢 那獲利其實就 就不是倍數 因為是從沒有賺錢變成 變成賺四五塊錢 超級大轉機 全新AI機殼的低價的標股 那這股價空間非常非常的大 那另外 另外還有布局一檔 因為我們賣了銀邦嘛 開始布局有全新接單題材 的新一輪的草夢標股 另外一檔是這檔AI的軟體標股 團統漲大概5.8% 來到一個波段的短線新高 那AI相關的新的軟體的全力金 那九月份已經入帳 帶動營收創新高 第四季營收維持高檔會大轉 明年EPS會比今年至少翻倍以上 所以會看到就是說 哇這個利台 巨有科 或者這個機殼的 或者這個軟體的 每檔明年營收至少都呈現翻倍的一個成長 年底你要買就要買這種 前面沒有漲太多 機息低未接低 明年的獲利爆發力又比別人強 可能到年底這些股票都有機會漲一倍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 沒有跟到巨有科或者利台 最新的布局真的不能錯過 那如果說你有跟到利台或者巨有科 更知道鄭老師的選股實力 操作的實力 那後面的股票 我相信你更不會想要錯過 所以想跟上我們AI標5班的 我想現在就是給大家好石成雙的專案 有兩大好康 第一個好理兌換券就是有 會期的好理兌換券 會有額外的會期 另外呢 清楚漲停板是上禮拜漲停 今天沒有漲停 但是呢我們會費上 有一個七折的好康的優惠 所以有會期跟會費上同時的 好石成雙的雙重好康 大家好好把握機會吧 好那要拿到這雙重好康的方式 很簡單 加入LINE 那搜尋小鼠 STAR MASS 或者掃描QR Code QR Code 前面這邊就有 掃一下就OK 加入之後呢 只要留言我要兌換 就可以得到會期跟會費的 雙重好康 趕快加入我們的AI標5班 帶你佈局最新的草夢標5 祝大家常順利 明天再見